平邻区公所十四日举办金赚婚表扬 由区长王朝青颁发匾额给区内八对结婚已经超过五十年的引法夫妻 其中结婚已经超过六十二年的白清荣和白黄昭治这对幸福的夫妻党 虽然是媒妁之言 不过两个人的感情相当的融洽 他们一起种茶一起采茶共同为事业打拼 这好感情可是羡慕所有在场的人哦 平邻区公所十四日上午举行金赚婚表扬以及长青学院成果展 舞动首先由松年大学歌唱班带来精彩的表演 美妙的歌声为充满喜气的庆祝典礼揭开序幕 这次接受金赚婚表扬的引法夫妻共有八对 全都是结婚超过五十年以上的长辈 其中白清荣业业以及白黄昭治女奶已经结婚六十二年 夫妻两从婚后就相互扶持一起打拼 鲜少吵架现在四代同堂子孙有三十多人 婚家是很悍的啦 不太悟啦 婚姚就不可以 婚家也不可以受罢的 所以人家的感情很好啊 不错 要结婚五六十年也是不简单的一件事 所以我们在这边祝福我们这些长者 长长久久身体健康 除了金赚婚表扬 这次活动当中 区公所同时也展出了长青学院平日所学成果 由于区内的引法俱乐部成立之后 陆续开办了茶染 浮水印 养生盆栽等课程 长辈们不仅有参与的乐趣 更获得了不少成就感 因此公所期盼能有更多引法族加入终身学习行列 活到老学到老 我们平林在65岁以上的老人有占百分之24 总共有一千多个人 那现在参与我们引法俱乐部只有两三百人 我们在这边呼吁我们的平林区的居民 能够共同来参与我们这个引法俱乐部的这个活动 平林好山好水 地方上人情味特别冷厚 加上了平林区公所推动才艺课程老人共餐 让区内的长辈们活得更健康更快乐 记者生品站门期平林采访报道